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它的一个标准的配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壳体 从我们的前方的这个机盖到我们的驾驶舱 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会客厅 厨房 卫生间 卧室 甚至是我们的储物空间啊 所有的这些生活区域全部都被强有力的铁壳给包裹住了 那我们在行车情况下呢 就为我们的安全行驶保驾护航 在咱们的中门区域啊 已经提前预留好了外推窗的位置 那外推窗的设计呢 也是根据我们车内的通风采光 为铁塞专门定制的一个外推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车身的尾部 采用的也是一个后驱后双胎的设计 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在行车情况下还是驻车情况下 都能为个车辆提供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款车的电力系统的配置哈 标配的是有一个800A的锂电池以及300瓦的太阳能板 说到电就一定离不开水 这款车的水的话呢 就一定离不开我们底盘子上的一个设计了 飞翔房车不仅每一次都是在将车内的空间进行一个充分利用 那在车底也是一样 为铁C呢 专门精心定制了一个铁C的专属水箱 在我们做好了左右配重形横的同时情况下呢 做到一个180升的清水箱以及一个60升的灰水箱 刚才呢 我们是从外面来看铁C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外部的长宽高 那我们现在走进车内看一看车门最关心的内部的可用空间和尺寸哈 那我们给大家先来量一个它的近宽度吧 我们找一个车内近宽目前最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一个可用的内部宽度达到多少 我们现场用事实说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近宽度的数据 现在的数据显示呢 是2.14 它的近宽度达到了2米14 想必这样的一个尺寸呀 只有在C型车里面才能够实现的吧 那我们再量一下它的一个近高度哈 看一下近高度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找一个前方的点来为大家试一下 还给大家读一个现场的数据哈 它的近高度达到了1米95 大家可不要忘了啊 这款车的外部近高只有2米8 在一个外部空间通过性非常好的情况下 内部的近高度能达到1米95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内部的高度尺寸了 那它的一个近长度呢 从我们的驾驶室区域到我们的后门的话呢 是有3米6哦 我们今天呢看到了铁C的外观尺寸 也看到了铁C的内部长宽高的可用尺寸 小米各位车友呢 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脑补到它的一个可用空间了 只有这样的空间呢 才会让我们在后期使用起来的时候呀 能够更加的各方面的配置 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哈 那我们在此呢 给各位车友汇报一则消息 从我们的这一批pro的铁C新概念 进入到我们的总装车间流水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飞翔房车的小镜头 全程为大家跟踪报道我们的这款上装过程 将一些大家平常可能看不到的隐蔽过程呢 通过我们的小镜头展现给大家 只有让大家看得全面 看得放心 这样用的时候呢 才会更加的放心 更加的舒心 一款好的底盘 好的设计 才能打造出来一款好的房车 那请各位车友呢 持续锁定飞翔房车俱乐部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铁C新概念的 整个上装过程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我们一个铁C的禁止状态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它的动态 请大家欢迎订阅